大家好,今天我是潘朵拉,來示範12月的月挑戰Lv.9 這個關卡非常特殊,第一關就有回復逆迴 以及關卡當中還有兩個回復逆迴跟兩個雙十字 那這些對於潘朵拉來說該怎麼去處理 今天影片除了教大家通關之外 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些潘朵拉的應用技巧 那我這邊就直接進入實戰 首先第一關因為兼具 所以你只能消一組新珠才不會被一虎打死 以及第一關就直接開龍客 開完龍客之後會有隨機3個成員CD會減3 如果這邊最大的關鍵就是我必須減CD減到幻靈打擊 然後配合我這一回合消除 以及我幻靈裝備的是這一次超技活動的通用減CD2的龍客 之前有講過這龍客真的非常的實用 這樣子我就可以在第二回合的時候 幻靈CD就可以發動 不然回復歸零沒辦法處理 那當然這邊還有很多其他的處理方式 然後再來下一回合直接開幻靈打擊 並且把木珠移到最左邊跟最右邊 以及稍微隔開一下 因為有二消的效果 第一關就可以正常的帶走 接著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最好是留下最右邊手消泉水的部分 那這樣子我就直接做一個一消疊珠 因為他中間這隻是多消減傷 然後以及不要手消泉水 正常的情況之下傷害就很夠把中間跟左邊帶走 但為了保險起見 反正這個傷害都非常的足夠 我直接再拉時光牌到最右邊 或者是最左邊 隨便一直給他再吃額外的增傷 這樣子傷害絕對夠 而帶走之後 你只要不要消到手消泉水 這邊就可以無腦洗技能 那我影片快轉 必須再把龍客的技能洗回來 不然你不能開盒子 以及時光牌的FB 也把它洗回來 然後快轉洗完之後 這邊開盒子 然後稍微因為要手消泉水 然後以及把盒子控在下一回合會消失 盒子有三回合 那我這邊再隨便轉兩回合 在最後一回合的時候 再認真轉 把它帶走 為什麼 因為下一關的時候 還有數字盾21 那你開了盒子 你最多只能消20個版面 所以必須把盒子用在最後一回合 剛好帶走它 那下一關數字盾21 這邊其實非常的簡單 首先開解鎖 然後開潘朵拉的第一招點光 然後再來開打擊 因為它還有回復逆回 然後最後 開了芙蓉 因為會有固定版面 這樣子其實跟手轉也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照著這樣轉 然後剛剛說了打擊 因為有二消 這個版面就可以完美 數字盾21 而且災害的部分也都有消到 但是傷害還是非常的足夠 直接可以輕鬆帶走 那接著來到第四關 然後在這邊先開盒子 隨便轉一回合 然後在下一回合的時候 看你的那個地形在哪裡 比較推薦是芙蓉下面 又或者是薔薇下面 然後讓它時光牌死鬼上去 那上去的第一回合 因為你還沒有發動角色弧石 所以你沒辦法打到它 而在下一回合 你死鬼已經裝備在上面 會有回合效果嘛 那有無視十字盾 再讓它角色弧石 發動連動效果 這樣子傷害更高 然後配合芙蓉的技能 就可以輕鬆帶走這個十字盾 然後再來第二條血 五組不同屬這邊的話 隨便再一回合 芙蓉的技能會再跳起來 然後開盒子 開芙蓉 並且開薔薇 薔薇記得避開死鬼的部分不要去移除 這其實很簡單吧 你就隨便挑一排 然後再重複滑一次 那接著橫著隔開 然後把死鬼移上去有刀消除 這樣稍微提早累積一下FP 而這樣子消 也可以達到五組不同屬 輕鬆帶走 那接著來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 先隨便一COMBO轉兩回合 然後在右邊CDE的時候 再開盒子配芙蓉 那因為左邊是多消減傷 其實如果你傷害不肯定的話 你火珠稍微隔開會比較好 但右邊一定死 即使左邊沒死的話 那也只是再多開幾次的問題 然後再來下一關這邊 直接開盒子 然後潘朵拉加打擊 因為有回復逆回 而潘朵拉提供更多的攻擊次數 這邊就稍微手轉 記得有二消 隨便轉一下 應該傷害非常夠 就可以直接帶走 那接著死鬼還差一點點 然後再隨便轉 即FP然後下一回合 比較建議會是可以在 角色地形可以消除的地方 可是怕有人剛好角色地形 都在最左邊跟最右邊無法消除 所以我的劇本示範 我是放在隊長潘朵拉身上 然後下一回合 單開浮龍 你千萬不要移除加護符石 而且因為有核質的關係 加護符石也一定不會被消到 所以在下一回合 記得 就拉對擋的符石到那個角色地形 那這樣子回合效果有無視十字 他是打得到他的 而且你在角色地形其實不用消除 那也能夠打到敵人 而這邊看傷害是非常的足夠 我甚至連強威的增傷都沒有開 然後再來下一關這邊就幾乎過了 潘朵拉的隊伍技有無視整版盾 但我是再隨便轉一回合 讓隊長的疲憊消除 然後下一回合再開另一隻潘朵拉 點暗符石 全隊追打暗屬性傷害 然後這邊轉完的時候 再開龍克做一個超級增傷 這樣子傷害已經來到了好幾十兆了 應該算輕鬆通關啦 就第一關要稍微讀一下 那今天的攻略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想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記得訂閱什麼指甲 公關頻道 訂閱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